没有任务就没有报仇 我是赏金猎人雪娘 教大家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 真的有这种方法吗 新赛季不是多了空降boss吗 这个boss就在那几个固定的点刷些 只要提前埋伏好 真的是敌人排队送快递 接下来我就展示一下 哎呦 出师不练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 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出门就遇见敌人 希望他不要太难缠 否则耽误我的计划了 他没过来 发泄我了 是我一炮 这就相当于撕破脸皮了 谁也别藏 正大光明的打一家吧 哈哈 战术后 哎呦 上来就遇到这么难缠的对手 咋这么倒霉 看来不把他解决是执行不了计划了 是 感谢观看 赛季初不能跳 太憋屈了 气得我直哆嗦 这次还是这个出声点 我知道空降boss有三个刷新点 分别在地图的上 中 下 下面这个在水城 开局先来这个塔上蹲一蹲 说不定很快就能蹲到路过的人 一定要有耐心 本阵来三途不死就不亏的原则 能偷袭一个就赚一个 你看 有人想在水城开箱子 机会来了 能在这里开箱子的人也飞不到哪去 但擦鱼腿再小也是肉 赛季初不能跳 掉啥我捡啥 倒计是22分了 20分钟就刷boss 我们直接来这个塔 这里能看得很广 boss刷在水城我们就赚了 不刷也没什么损失 看看 赌对了 boss在那 下面就要耐心等待 直到留几分钟返回的时间 有的人就喜欢快到时间了才来打boss 因为这样更安全 只有15分钟了 不能急 不死我就不亏 脚步手 有人来了 突然偷袭他就算六级套也得死 好机会 就是现在 他好肉 不过结果还是一样 这种boss专业户最容易掉好东西了 有粉光 看看是啥 首先就是两件武器甲 还有件四级的 哇 精致狗杂 这波打转车转 你要否办呢 这招好不好用 关键字节很不容易死 恭喜一个就赚了 再告诉你们一个小一角 包里很肥的时候不要着急返回 因为返回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人 咱们要沉得住气 只有一把改进的狗杂呀 boss啥也没掉嘛 好了 最后200多秒的时候安全返回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